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紧张的学习和甄别之外 老师和学生们的课余 还有没有一些轻松好玩的活动呢 在今天节目的开始 我们就先带大家来看一场 一个月以前进行的精彩而又快乐的篮球赛 同学们 下课敢不敢跟我去打一场篮球赛啊 打打打 必须打 今天还能打吗 腿脚不好 我打不打取决于你们的防护声 黄老师 我带着女生给你来当啦啦队了 欢迎欢迎 在准备甄别考试的时候 能有这样的一次篮球比赛来放松一下 其实是挺好的 希望她们明天能考试好身体 好 我们刷 好 没有问题 中银队加油 中银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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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你哪个队的呀 师傅 谁分多 我跟谁 中银队 中银队 黄老师拿到球了 中银队 小高 包篮了 差了一点 小高又拿到球 中银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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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欢呼声好不好 天呐 高敏锐 加油 高敏锐 球进了 小高的发挥 还是一如期望的稳定 高敏锐 我们输了 你小心啊 你要是再说的话 我们来帮你解放天秀 就是平时我是他的粉丝 今天打篮球的时候 我是他的黑粉 有没有看过小粉丝整偶像 其实也是挺好玩的 快快快 你不要去说到我们的队友 不行啊 他那么死白了撞我 应该吗 你觉得 黄老师 你不要再打心理战了 赶快来吧 来来来 我们想要真的那个 都明白了吧 什么玩意真的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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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黄老师打心理战 我告诉你 必须赢 不要给袁家军丢脸 黄老师 别着急 黄老师拿球 投篮 平常就是不拍的情况下 有时候我偶尔也喜欢去那儿投两个篮 搭乎玩一玩 但是你一拍摄呢 有了惩罚制度了 就不发展 这些同学都玩了命了 我真说实话 我是撞不动他们 赵宁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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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拦着他 都进了 变瘦了 他们输了 黄老师 黄老师 我们已经三个球了 他们已经输了 所以现在我们要惩罚你们 可以 我们想了一个招 你现在 就我们这一排女生不算 每个男生 你对的每个男生 要到校园里面去 在脸上汲取五个女人的唇印 这肯定是篮球赛吗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惩罚吗 我觉得这有意思的 这是奖励 老师 你要愿意扛你一个人脸上 十五个也行 你过来 你过来 我跟我说 你想干嘛 左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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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吧 截了一口 然后我说拉着左翼 我们就直奔教学楼的南厕所 奔向 奔向 我们就在里面互相画 画完之后 我说咱不能这样出去 你看这个卫星间 那个窗户只有这么大 然后我们跳出去之后 就快速跑到满球场 我们成了 这 这都不是唇印 这不是 这是他老师 对 你们为什么在男子上找到六个女的 我们俩一进三 他们 哈哈哈 在这一七一年级大学季中 几位老师带着学生们来到恒店 体验了一次横飘一族的感觉 但是过程中一直冲突不断 状况连连 现在全剧组的人都在等你一个人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是我的错 这样吧 你们三个 你们三个先出去行吗 我们自己的决定 我们自己来商量 你今天怎么那么倔啊 我特别对不起你 我说你要不会写你牛逼啊 我跟你说 起来 干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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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骂 没有这个资格 横店的五天 注定是不平凡的五天 作为带队老师之一的刘云 担心晚到一天的杠杠 跟不上大家的节奏 特意约她第二天一起 去捡鸽子 感受群演生活 明天早上六点二十 我们两个要赶到老公会门口 等待有一个西郊女子特种队 你明天千万别迟到 好 我看看 好 要不然我会杀了你 你放心吧 不是 我跟你讲 你明天早上都起来 我真的杀了你 不是 我在宇宙都连人三点睡了 你休息了 快 快 快 杠杠第一天的横店生活 就这样过去了 其实对于群众演员 这个职业来说 经常是踩着月光回家 伴着星空出门 非常的艰辛 而对于第一天做群演的 刘云和杠杠来说 挑战才刚刚开始 请问是女子特工队去组的吗 女子特工队已经走过了 已经走过了 我们是六点十四到的 那个地方等的 我不知道 没有人跟我安排 说有你们过来 应该是六点半上车走的 结果那个车 好像五点半就走了 我们没有赶上 我们昨天约好的 那个副导演的 那个女子特工队的车 怎么办 请问一下 你们还需要群众演员吗 来 点名上车 点一个走快点走来 上车上车 一个一个的满头 知道吗 我们在剧组拍戏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早餐 这就是特别标准的剧组早餐 馒头 然后一个鸡蛋 一个包子 旁边一般都会配一个豆浆 你看 鸡蛋 虽然是一份简单的早餐 但是却不是每个人 都能轻易得到的 我去门 往跑 拿一个走一个 我们这边也想 也想加一个群众演员 谁要变 大姐拜托你 再加一个我们的学生 好不好 先等下 我先看一看 要的又发上牌了 我就跟他讲出去 我去试试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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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上海就来了 天天上海就总共四个 八个来 别要你自己做 你承认 他过来你承认 哪有四个 来 上海 你拿来 哥哥 要不交我们一个吧 好不好 交我们一个男孩 哥哥 来 抓紧 抓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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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盛的 哥哥 你是 那次也是这样 哥哥 你是哪个戏 哥哥 你是哪个戏 你只要女的 加一个小男孩 让他锻炼一下嘛 没有女的 大姐 大姐 就加我们一个男生 你看我上面有名单 小云姐跟那个女群桃 说好话 然后跟那个 一个很厉害的男群桃 求情 其实我就挺不爽的 不想让小云姐 为我那样 第三下似的求人的一样 我就觉得挺不舒服 我不忍心 觉得 但是还是挺感谢小云姐的 最后 我也是 那个女群桃总算是答应 让我演这个群演了 大姐 你们所有的男孩都来齐了吗 男孩的 是不是还缺男孩 还有来 还有五个 对 还没来是吧 没来 刚刚又抱了一个 我不知道是哪个叫杠杠 对啊 杠杠 跟我 那我还好 跟你 大姐 那我呢 姐 我们是有资格领早饭了吗 可以啊 吃吃吃 早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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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哪种 大姐 这 我的学生 一天酬劳是大概能有多少 我们多少 他多少 你们多少 我们七十块钱 可以吗 就好 一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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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跟你混了 不行了 好兴奋 我也没过过这种日子 是我第一次过 好新鲜 没有浪费 没有浪费 到片场后 两人迅速进入状态 换衣服 整形头 然后就是无尽的等待 自己的东西做了 自己的东西做了 自己的东西 一定要看好啊 不要乱七八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我第一次到片场 我觉得片场特别大 特别乱 然后每人都在忙自己的事 没人管你 怎么不去现场 休息的时候 我刚刚指集合 集合那个就是点一下 人是不是都齐 对吗 齐了以后 然后就一会去现场 对吧 等吧 当演员 学会第一课就是等 尤其是群人演员 大家当群演的理由千奇百怪 但是目的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 这一路来吃的苦受的委屈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但是就像马云说的 梦想还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我觉得群演这个职业 不是很辛苦 但是特别耗人 没有你的戏的话 你就只能等着 比如演员 你谈好了 你去那里剧组待一天 但很有可能 你穿上衣服以后 在剧组耗了一天 最后可能轮到你的那场 大群众的戏都没有上场 这个行业就是这么残酷 由于剧组拍戏的原因 等了一个上午的流云和杠杠 也没有等到自己的拍摄内容 不想等下去的两人 准备去找群头沟通一下 我们下午还有一个古装系的组 我们就想着这边完事以后 我们就去古装系那个组 我们一天就可以跑两个组 可以多挣点钱 那你们这样 你连两个小时 你二十块钱 十块钱一小时 一个小时 十块钱 那行啊 二十块钱也行啊 谢谢 走了啊 谢谢 谢谢大姐 快收好 不是因为你的原因 不是你在旁边睡觉 而是因为剧组统筹排的原因 没有排上你那场戏 你那一天也能拿到筹了 走吧 去下个组 走 哇塞 当群人员都跑组呢 刚刚 陪她奔波利一天的刘云回到住处 又是怎么评价恒店生活的呢 这是印象怎么样 没住过这种房间吧 这辈子都没住过 那昨天跟彭彭聊天 彭彭说的刚来 横店到秦润园的时候 他住的房间比这个还减陋 嗯 除了一张床什么都没有 所以那些学生就偏偏出去挣钱 如果今天挣不着钱的话 我们连这儿都住不上 有了 带什么特别的东西吧 带偶带的暖宝 暖贴 贴在身上的泡盘上冷 我估计明天开始 学生可能就需要点上 就是男生都会照顾自己 买了一些老宝宝 就学生会 踢 老门给他们踢 踢肚子啊 踢腰啊 看来恒店的住宿条件 跟上戏的有着天壤之别 连刘云老师 这种有着丰富拍戏经验的人 都觉得难以适应 而为了生存而沼迹奔布了一天的群演们 能适应这里的生活吗 嗯 两个人睡 对啊 能能受的习惯吗 太好 刚说你这脚估计顶到头了 你看呢 你看 试验一下吧 打个地覆或者什么 地覆还得加钱 得加一个床调 哦这样的 太脏了 太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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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是你们的衣服吗 不是 以前住过这种房间吗 这是真的 这个 这是谁的床 这是我们的 那个呢 这个呢 他们两个睡一房间 我和我 但我们四个睡 你们四个睡两个 对 就是就是以前在团里也没有住过这么巧的地方 被子是潮的 那个房间那个味儿啊 就是比学校厕所那味儿还臭 然后也不知道哪儿出来的味儿 可能是空调里面那个味道 那个下水道的味道 这是受不了 我们这又便宜 我们这又贵又 没有 其实也不算贵吧 怎么就不算贵 这本身没钱 这就是贵 这被子是潮的 没钱就是贵 这不能住人 这是我第一次觉得外拍特别的辛苦 但是 舍不了了 你看那个潮是那个样子 就是怎么住人 别说 谢谢 而且门口太臭了 不过我看见好多人都住了这 因为这都满 这都住满了 我到现在都不敢过 我妈打两话说 为什么呢 等一下 我每次我妈给我打电话 我都会给挂了 你妈不知道你哪里 我知道 我说来恒店 来恒店 我给她说我来恒店了 因为我每次出去玩 我晚拍的话住得都很好 然后这两天我妈给我打电话 我都给挂了 那时候我再忙了 没跟她说这个状况 没有 没有 都傻了 妈 你放心吧 当时我在看《我是路人甲》这个电影的时候 我还在想 万公公住的那种房间 怎么可能是人住的房间 肯定是电影里面的剧情 就当时想的真的是 横票真的太不容易了 而且他们 有时候可能一天都挣不到钱 然后有时候 四五点就要起来去捡鸽子 捡那种漏洞 我还有一根桌可以受不了 对 我觉得差不差 不是很重要 主要是就是朋友们在一起 特别有意思 虽然环境并不如意 但是大家还是在现有的条件下 寻找着乐趣 刚刚你站直 怎么了 你说你173 我真的不信 我真的173 我真的不信你173 我真的173 你现在穿鞋你帮我站起来ă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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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ăeă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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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ă 其实我不是很建议 我就想加你帽子 我觉得高了他真的有173 他真的有170 不是写的高 不是写的 好 高了再高 高了一米高 高了一九 什么意思啊 高了一九 好以后再不一米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我说你高了你还不认意 你脚长得真丑 你脚长得真丑 像猪脚羊 真的很 天哪 没事 我不说 我再也不说 我再也不说 为了帮助学生们快速成长 王志忠在学生们不知情的情况下 安排了一个虚拟的剧组 让涉事未深的学生们 感受真实的社会是什么样子 也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接触到了一个老横飘 沈凯 其实学生们并不了解神凯刚来恒殿时住的要比他们差很多 趁着午休的两个小时 假发都没顾想摘 就带我们到他刚来恒殿时住的地方介绍起来 这个栏床是后来坐上去的 嗯 对 反正有一些就是住在这种环境 就是一张床 这么大 什么东西都没有 120块钱 来的时候也是冬天嘛 二分过来的 然后那时候很冷很冷 上面实在是太冷了 然后就用别的衣服盖在上面 然后那时候基本上就是而已 有什么戏都会去老公会那边找 有时候三四百号人在那边等一个戏 三四百号人山人海的那种场景 排队然后就他们就开始显人 然后就找熟悉的人稍微熟悉点 帮我介绍一下 帮我介绍一下 就赶紧就去去去去去去去 去拉光线找光线那些的 哇 那时候拍的戏特别多困难 所以现在看到这个场景 就就就就 原先就是 心里边有很多东西就 会会会会会会特别难受 对 真的挺过来啊 挺过来也挺不容易 对 不对 你是敲门 我是先敲 对 你是敲门 我是待在家里边的 对对对 其实在恒地下飘的话 真的也是很能带领人的 虽然这个地方不大 国南卫视安排他们到这个地方来的话 给他们上了很大的一课 他们应该是吸取了很多很多的教训 就是以后对他的生活呀 对他的以后走这条路啊 都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在第871年级大学季中 石头虽然以袁珊珊助理身份 短暂回到横店跟大家重聚 但是由于违规演戏 使得黄志忠老师非常不满 不能破规矩 知道吗 就什么事都得有规矩 从我心里来讲 我也希望他回来 我也希望每个人都回来 但是我们有一个限制 就是规则 如果我们制定的规则 我们打破 那么就意味着 我们想用人情社会的管理制度 来取代规则的制度 而且我们又是一个教育的节目 我们输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 所以这是我的依据 我虽然食堂 老师不能投资 他犯规我找他去找黄老师去 他犯规吗 黄老师刚才跟我说来着 我犯规 不学演戏 黄老师对石头说那件事情 我也要带一部分的责任 我跟石头都忽略了一个概念 就是他现在已经是 被甄别掉的学生 他没有这样实习的机会 意识到情况不对的 袁珊珊和石头 赶到黄老师住的房间 向他承认错误 10多少来着 102 我黄老师和珊珊 102 每个月有bur 都请他aps 看 102 许多 快� 再微 work 突发情况使得大家有点不知所措 而石头也像做错事 等待父亲教育的孩子一样 十分自责 我当时特别委屈 而且被同一个人拒绝第二次 尤其是我特别近可以黄老师 我特别欣赏他 袁珊珊和石头离开酒店时 放心不下的黄志中 又主动下楼跟石头沟通起来 你曾经是我的学生 今后也依然是 但是你毕竟现在不是这个班的同学了 就没有这个资格 来跟大家一起来享受 这次实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们不能违反这个规定 你能体谅我吗 好 谢谢 后来我就跟他到楼前 住了一个工 是 我要跟他居住中 对不起 对不起 光管我之前做过什么 我把这份歉意摆在面前 就希望他可以接受 我觉得这个事情对石头会有帮助的 我说人碰钉子 或者是失败 或者是什么什么样 我觉得都是好事 都是成长财富 他所谓失败出名之路 我觉得这一次横电之行 对他来说应该算是一个 特别宝贵的一个经历吧 真的是让他退去了身上的骄傲 我觉得真的想帮一个人 不是一味地给他蜜糖 我觉得对于石头 他这样的一个个性的学生来说 他绝对需要挫折教育 让他意识到自己的不足 让他走 比让他留在这里 留到最后 对他来个人来说收获更大 他这个穿戏 他现在当然是要帮他 去尝尝 尝尝尝尝尝尝和他 这粘子 干嘛呢 阿姨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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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突然袭击 你没事 我反正把她洗了把脸 我这头发 得抓一下 肯定帮就抓 算了我不抓了 就这样吧 我不会抓就要是 这种事情 可以 我不用了 我就戴个帽子 我一般都是戴帽子 看到吗 我都戴帽子 我觉得这样就出门了 戴个帽子有点像你带个帽子 我平时都是这样出门的 你现在出门有人认得出来吗 怎么可能呢 开玩笑呢 做梦呢 怎么可能认出来 认出来就是 你就是那皮皮被抱着 肯定不会 这才拿到哪 早上 你起来一种 你坐这边 还可以 我有时候 我有时候 无聊的时候 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就坐在那里 看窗外的风景 在那里 把窗户打开 然后迎风流泪 然后特别伤感 特别的唯一 有时候心情好的时候呢 也会去看看窗外 然后去到一个咖啡一眼看 就特别的 特别的小刺 尽管已经离开了一年级 但是石头也会经常 把一年级已经播出的节目找出来 独自看上一会儿 每一次看 他都会有不同的体会 这是你第一次 这是我第一次拜堂重庆 拜堂 我觉得这个 尴尬尴尬 真的不自然 所以说 因为我这个 恋爱经历没有太多 没有很多 就是没什么经历 所以说 去演感情戏的时候 特别的不舒服 我觉得我在尹川 就是算是 真的是留下了一个遗憾 就是没有把 智敦堡这个角色给演好 就是我自己以为 我演的是没问题的 但是通过镜头 然后通过那个屏幕 展现出来 就是问题很多 就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 我觉得我 不错 你是觉得你是一个男一号 你今天到这儿 你就没有人可以动呀 你是一个男一号吗 后面是摆着长队的 就等你把你换下来 如果真的是在拍戏的话 通常任何人 任何一个人当老演 我肯定把你演个话 我肯定把你演个话 就事情过去这么久了 我觉得我还是有一些愧疚的 对几位老师 其实当我就是 就回来 就回到北京的时候 我去想想老师们 就说的那些话 我觉得就是特别有道理 因为真正就是我现在 去面试剧组 然后去应聘广告 对也是有被导演说过的 所以说 就他们会说 你这演技 你这演技太浮夸了 你这 你学没学过表演啊 就是 他们说话的那种语气和感觉 就是真的是你不行 他否定你 他就是否定你 而且他否定你一次 他就不会再用你下一次 所以说我觉得 在学校中 就是你受到的挫折 我觉得 就是 他会变成你的财富 所以说我觉得 老师们说的挺对的 就是 一定要把握好每一次 在学校里学习的机会 你要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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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特别爱上床 你知道吗 他特别爱上床 有时候这个门没关 早上你起来 他又在什么 他看着 就像老师们所跟我说的那样 就是态度 做事的态度一定要有 但是 就是做人的态度 就是不能太张扬 我觉得通过这三个月的学习 我觉得如果 在社会上 我遇到一些非常非常 难搞的一些问题 想办法去解决它 而不是去逃避它 你 知道你们为什么没有学生证吗 知道你们为什么没有学生证吗 因为你们还只是 旁 听 生 旁听生 不用怕 新晋老师 带你入行 带你飞 明日之星的一年起 10月31日起 每周六万十点 明日之星的一年起